这个是我们全新的一个新闻报道 我们现在转了一个弯 扭转了局势 我等了很久来说这句话了 我们扭转了局势 你看看我们7天的平均数据 7天的确诊平均数据开始往下降了 我们新的确诊数据是 昨天有49,027个确诊病例 我们最高峰是多久之前呢 是一周之前 从最高变到最低 这个是一周发生的 而且这个数据呢继续往下走 我们在一周之前呢 我们看见纽约呢 一天有9万人可以确诊 不过现在呢 我们一天有49,000人确诊 所以这个是非常出色的一个走向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 把这个现象坚持下去 所以多谢纽约人 多谢你们跟我们一直 从2020年2021年 一直坚持下来 甚至坚持到2022年 因为大家打疫苗了 大家戴口罩了 那当然有些人 他们是不喜欢戴口罩的 有些人抱怨 我们也听见了 不过我们都做了正确的一些 一个现象 这是为什么 我们会领导在所有的州的前面 我们看见大家期待好久的 这个疫情数据下降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等了很长时间说这一句话了 所以我们转了一个弯 我们看见现在的确诊的效率 已经往下降了 现在我们确诊效率差不多在 16.3%左右 我们在1月3号 是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 就是23%的确诊效率 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在那个时候 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 那我们现在开始往下走了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住院数据还有死亡数据呢 我们看见我们一直都知道 我们知道这些数据呢 会有一些延迟 所以当然我们看见这个数据上升 并没有感觉到惊讶 不过我们看见这些数据呢 也同时往下降了 那我们看见现在 我们在之前呢 有2245个人住院 不过这个下降了 我总体呢 我们有12000多个人住院 当然12000多人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不是说这个是好的一个数据 不过呢 这个会随着我们数据 有可能再往下走 所以呢 有可能这个是我们刚开始的一个走向 那不过非常糟糕的是 我们从疫情刚开始到现在呢 失去了17万多个生命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数据呢 在不久将来会往下走 那我们也看一看各个地区呢 也有不同的一个方式 纽约北部和南部有不同的一些状态 那当然纽约南部的地区呢 他们的数据还是往上走 所以他们还没有脱离危险的一个状态 包括纽约Long Island 不过你看见纽约中部 还有纽约的西部呢 他们数据就开始变平了 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当时意识到 某些地区他们的确诊效率非常高 特别是如果这些地区 它的打疫苗效率是非常低的时候呢 我们就意识到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应该给更多人打疫苗 我们也同时看一下医院可以 接受多少个病人 这个是你听见我之前所说的 我们现在说的是 如果有自愿或者是无必要的 这些手术的话 我们可能每两周会做一次 那我们也看一看 每周四呢要做一个决定 来调查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可以 面对他们疫情的一个状态 有些医院呢 可能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更多的病人 因为他们有10%以下的病床 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的一些病人 送到另外一些医院里 所以我们一直在找一找 怎么样能走到这个疫情之前 那我们看看这个 各个地区的住院数据吧 我觉得我们是第一个 这些州来意识到 这些进医院的人呢 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进医院了 不过各个地区 他们都有不同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所有住院的人 都是因为新冠呢 是不是新冠导致的疫情 让他们去医院 那我们在调查这个的同时 我们发现了就是 一些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们开始问这个问题 其他州也开始问了 就是说是不是有些人 他们去医院了 不过不是因为新冠而去的 不过他们去医院之后呢 他们会做一个检测 检测完之后呢 发现他们新冠确诊了 不过他们是没有病情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来看另外一些数据 来更加完整地了解现在这个数据 那我们现在看见在某些地区呢 可能是42% 43% 所有住院的 因为新冠住院的现象呢 都不是因为新冠病情而住院的 好 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检测 检测检测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另外一个州 他们有向我们拿到这么多的检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跟大家说过 我想要收集所有的检测盒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有 我们之前呢 有1000万多个检测盒之后呢 我们有1300多万检测盒 那现在呢 我们拿到了6400多万个检测 那这些只是检测地区所有的检测盒 我们除了之外呢 还会在学校里做出检测 在其他这些政府的地区做出检测 而且呢 这个数据并没有包括 所有在家里可以做的检测盒 所以我们 是有一点困难来到底理解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不过呢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做检测 他们检测完之后呢 发现是阴性的 不过他们把这个信息呢 留个子里没有爆出去 不过呢 任何人他们在家里做检测的话 而且他们确诊了 他们有更高的可能性 会把这个数据爆出来 所以有可能我们有更多的人 他们检测完之后是阴性 只不过他们没有给我们这些数据 所以 有可能我们没有这些数据 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到底 什么算是阴性 什么算是确诊 那现在我们看见 把两百多个检测 送给学校了 那为什么他们要送给学校呢 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小孩 购文 冬天的节日之后呢 回来 之前就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了 因为我们希望如果一个小孩呢 我们不希望一个小孩 如果在一个课堂里确诊的话 所有的人都需要做自我隔离 我们不希望他们这样做 所以呢 我们把检测诊送给学校 那如果有些小孩 他们接触一个新冠确诊 他们可以在家里 做一个检测诊 如果他们阴性的话 他们可以回来上学 所以我先感谢一下 城市的各个部门 让他们帮助我们 实现这个目标 还有各个公司 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所以某些公司 包括Pfizer 像我之前所提到的 我们就给他们打电话 就是说我们希望你不只是给联邦政府提供这些货物 我们也希望呢 你们可以给我们这个州送检测盒 好 而且之后呢 我们使用校园来做检测 这个是我们所想到的一个非常出色的想法 特别是因为我们冬天有疫情暴发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看见学生他们如果没有在这个学校里上学的话 他们放假放了一个月的时候呢 为什么不能用这一个学校这个地区呢 来做出更多的检测 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学校 各个不同的学校呢 都可以作为检测 而且我们看一看哪些地区他们是有很高的一个检测需求 所以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了 所以想感谢一下Sony 我们这方面的检测的一个搭档 那我们也有很多高档次的朋友 包括拜登总统 那我每周呢都会跟他讲话 他每周都会跟所有的州长讲话 他都会问我怎么样 他都会问我怎么样帮助你 我们需要什么样 伊朗这方面的一些帮助 为什么他这样做呢 因为如果某些地区他们有很多的人口 那他们有可能有些复杂的状态 那有些人说 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病人 从一个医院送到另外一个医院 没有很这样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很多的检测湖工作人员 他们在白天是在工作的 所以他们没有这个时间来运送病人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见拜登总统 他接了我的电话来帮助我们 那下面有一个人会告诉我们 他到底会怎么样帮助我们 来我戴一下我的口罩 有时候一日我们都不用继续带活着 非常期待看 这边的关系 我戴一下